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真是个称职的清洁工啊 我的话 你 你没事吧 你觉得没事吗 我的手才刚刚好 那就 将就一下吧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既然硬来不信 那不如试下打婚清白 完了酒店 活出去 这上面的画质这么重要吗 这上面的画质这么重要吗 嗯 你看 这是我们艾哲第一任主厨 任伯伯 他这个人特别较整 煮泡面 必须三分钟 一秒不能炒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胖胖的 是我们客房部经理李叔叔 他特别怕老婆 这里呢 画了五十二个人 都是和艾哲一起成长的老员工 也是我特别珍贵的家人 家人 画好了 这个就是平时的你 我有精神 这个呢是第五十三号员工 负责一 如果你好好经营酒店 你也是我们的一家人 你能不能不拆酒店 算了 你当我没说过 我考虑一下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的意思是 你不会马上行动 我说我考虑一下 并没有是我答应的 还有 你不要放那么久 干嘛 你不会想反悔 所以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吧 姐 姐 附总 没事吧 姐 你想到的办法就是色诱他吗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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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那么早 我来盯着附责一啊 我怕他又搞出什么新花样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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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这些人 叶雨昕入住我们左边 叶雨昕 谁啊 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小偶像 你看 这些都是他照片 我知道他 我喜欢的包就是他答应的 好吧 我就知道还是因为不好 你好 直下 直下 我终于来了 怎么了 还不是那个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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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这下不太事了呀 我给他换了好多好多房间都不满意 我告诉你啊 怕呀是来捣乱的 今天的生意没法做 我的亲舅舅 你可是从业三十年的老行家 还有你搞不定的客人 那倒是 所以我刚才前台听到的都是真的 他们说叶与其胜次去一个老字好餐厅吃饭 觉得那太不好吃就发了个动态 结果就是他这些粉丝们疯狂去人家底下 给他们打差别 不是吧 爱者好不容易保住 可别让他在网上发表什么不好的言论 影响了我们的声誉 让那个负责义有即可诚 不就换房间吗 那就换到他满意为止 换 换 换 但是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什么要求 他指明要你亲自接待他 你好 服务员 你是 你好 我是爱者酒店的负责人 让他进来 请进 你好 我是景之下 景之下 听说叶先生对我们安排的房间不太满意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我这次是私人行程 不希望被打扰 可是这个房间对面就是高楼 我还得时时刻刻防着那些狗仔和私生偷拍是吗 明白 我给您换一间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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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艾哲酒店就这点水准吧 您等着 我马上给您准备总统套访 叶雨昕 你是小学生吗 变着法的刁难人家 急什么 我这么做 就是不希望我哥跟他妈妈那个老女人结婚 你们加点糖 好 哥 来了 把口座家了 那你未来嫂子好了 看见你 谁 你未来嫂子 这间就是我们的总统套房 爱着最好的房间 好 走 我缴人帮你重新打扫 不必了 我希望景小姐你可以亲自打扫 我 毕竟我们做艺人的隐私方面 好 爱着的宗旨就是顾客之上 顾客之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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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 好 好 好 嘛 好 我在 你是哪位呀 为什么要随便进别人房间呢 这个房间之前就是我住的 要不是我主动让住这儿 你还能住进来 傅泽义 你该不想反悔吧 我漏了个文件 起来 你东西也拿完了 就不要打扰我的清理工 给我打扫卫生了吧 艾哲是没有清洁工的吗 需要你亲自来打扫 是我让景之下打扫的 但是我可没逼他 是他自愿的 对吧 顾客就是上帝 能为你做最好的服务 是应该的 他真是个称职的清洁工啊 我问你 你面对提示无理要求的顾客 你不会拒绝吗 我还不是为了酒店 为了艾哲的大股东 副总你啊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再说了 你之前别这样使唤我吗 本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这位先生是不是可以自行离开了 你购买的 我离开了 我谁知道在我的科技里 是人士啊 你能让你非常感恩